Hello 大家好 今次Jacky 帶大家看看 珠海今晚航空新城正中心的樓盤 就是我身後的卓越族輝江宇海 我相信之前已經拍攝過關於這個樓盤的介紹影片 其實如果有更加不明白 或者更加深入的地方 可以召回我們客戶二線9290663 待會看完這段影片可以了解 然後現在這個屋苑 它是在賣現在整個航空新城 比較稀缺的就是樓上複式的單位 就是層高到六米做兩層的單位 而且它的價錢是做低了下來的 已經是優惠價 二千一元呎的價錢 就現在主要是推出一千呎的特價單位 說價錢是多少呢 就是二百一十萬左右 就可以馬上拿包入住一間 超級豪華的裝修複式單位 而且這個屋苑的位置是比較特別的 剛剛前面有說 它是在城郭金蘭航空新城的正中心位置 正中心是有什麼呢 就是最出名的這個金蘭華法雙刀 是不是在珠海來說華法雙刀的話 就是一個最大的shopping mall 或者是最傳的 還有很多東西的 而且旁邊還有市民藝術公園這些 還有市政配套 還有一些公園 很多白色各樣的一些配套 是可以完全滿足我們住在這裡的業主 那裡面究竟是怎樣的 還有戶型 是否帥不帥 值不值得買呢 我們不如現在馬上帶大家進去看一看 那現時的話 其實跟之前我們拍攝過已經有很大的分別 首先 從價錢上面 之前賣的是26,000-27,000左右的一個價錢 就是單價一平 那現時的話 已經調了或者降了價格的單位 好像現在這樣 主要賣的是九棟的 這一排左邊的單位 還有五棟的複式單位 九棟是平成,五棟是複式 然後的話已經調了價格 都是21,000-23,000這個價錢 那降價的幅度大概是降了一成到兩成 一成到兩成的一個幅度 那如果說我們要平成單位 這邊的話 最小的值得到75方塊左右的一個單位 那價錢最便宜呢 是85方塊左右 那現在今天我帶大家看的 當然是看最新的東西 那最新的話 現在主要是五棟這裡的複式單位 那複式單位是兩梯六火的 那雖然說兩梯六火 但是它不是很密 因為它是二樓三樓是一間單位 四樓五樓是一間單位 那所以意味著呢 它是等同於 平時我們看到的兩梯三火的密度而已 那所以呢 它也是算 非常之低密度的一個 一些護形和動數來的 那然後的話呢 它主要賣的是九十八方的 最多是九十八方的一個三房兩廳兩位的複式單位 我們也叫空中別墅 那環有兩邊單位 就是一百十四的一個複式單位 那主要呢 因為它現在降了下來的價錢 是降了九十八方的單位 那就是二萬一到二萬三這個幅度 那如果是旁邊兩邊的一四的單位 一百十四平就是 大概是二萬六左右的一個價錢 那所以我今天 就是跟大家介紹或者是主力跟大家說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是選一些現在已經降了價 或者是做特價的單位 會比較好 就是我等一下會帶大家上去看看 九十八方的現樓的示範單位 是怎樣的呢 那然後呢 整個屋院 基本是現在賣的單位 是最遲收樓的那一批 就是下一年的年底 那早期呢 我們之前在華法商都還沒開之前 我們其實開盤的時候 那一次呢 它就是之前賣的是三棟、二棟和十棟 這些呢 是下一年的六月份 就已經開始收樓了 那當然整個屋院 它都是已經 之前停了一小段時間 現在是已經正式復工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會跟大家重新 介紹一下 而且是有特價和便宜的單位 那然後的話呢 整個花園其實 都是一個L字形的花園 很漂亮的 那然後呢 有泳池已經整好在外面 也很漂亮 然後再加上其他飯會所 即是架空層那些玩的東西 還有花園的跑道 或者綠花 這些其實整個屋院看起來 都會比較舒適 那當然它還有旁邊一個倫理中心 倫理中心就是 給政府和一個發展商一起去打造的 那除了政府部門工作在這裡之外呢 還有一些街鋪和商業 起到可以開了 下樓就可以享受到買東西的購物 那然後呢 最特別 這個屋院 最多人喜歡的點 其實就是一個 唯一一個 就是它在華發商都的對面 它在華發商都的對面 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一下樓行過六條馬路 即是六條車道就到了 就是對面街的 所以的話呢 它是我們可以說 是整個今晚最接近華發商都的一個樓盤 其他樓盤全部都要過十字路 或者過哪裏 但是它一下樓 其實就已經到了華發商都 所以這個灼月 旭輝江如海 現在這個價錢 二萬一 二萬一 我覺得真是很划算 那然後的話呢 我再跟大家說一下 它的位置先 那這個屋苑的位置呢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了解過 今晚航行新城都知道 華發商都就是在中間的 最中心位 一個最大型的購物 那這個樓盤我都說了 一下樓就已經是了 那所以大家代入去自己 以前知道的一些就是 我這個屋苑 介紹給大家的 這個江如海屋苑呢 它就是整個今晚航行新城的 最中心位置 如果說它都不是中心的話 那真的沒有樓盤在中間 那旁邊就有什麼市民藝術中心 那個蝴蝶橋 那還有一個就是今晚華發商都 還有圖書館 或者商務局 所有今晚的事件部門 全部在周邊的 所有方便這個今晚居民的 所有配套 全部都在這個屋苑附近 或者旁邊 那所以這個位置是非常好 那如果回香港的情況之下 三條橋 紅鶴大橋 珠海大道 和一個鄉海高速 全部都可以 從這個港租大橋關口 直達這個屋苑 最近的紅鶴大橋 如果從關口到屋苑 30分鐘的時間 足以一落關 半個小時可以回到這裏 回到家 那所以這個位置是非常非常好 那未來的話 我們期待的一件事就是 現在最新的情況呢 廣州的地鐵十八號線 已經開始做中山那段了 那中山再下來就是廣州段 那中山再下來就是珠海段 那珠海段十八號線 是從唐家灣那邊 一路過來到今晚機場 連接珠海本身那條 朱基城軌 然後再上來今晚這邊 是有站點的 那所以的話 未來珠海通地鐵的情況之下 這邊都是會有地鐵站點 和我們的 城軌軌軌站點的 那所以這一邊呢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未來出行 或者落樓 周邊的配套 我都可以享受完 那或者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帶大家上去 看一下它的護形 究竟是怎樣的 又值不值得我們出手入手呢 OK 那我們現在上來 現樓的示範單位這裡 我們可以見到 一會兒 進去看到的裝修 幾乎都是跟你買到的 那間單位交樓的時候 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現在看 最優惠的 單價低到二萬一平的 97平單位 Total總價都是二百一十萬左右 就可以馬上上車做業主 一個護形 說到複式單位很多的觀眾朋友 可能就認為 喂 會不會說樓底很低 四米半 不會 首先我要跟大家說 這個樓底 是每一層都有 兩米九到三米的一個高度 即是 總共來說 其實有六米高的一個樓底 那入門呢 首先送的一個 一個防渡門 還有一個電子密碼鎖 其實一些牌子 都會比較好 一個國外的牌子來的 然後這個位置 到時是一個圓關櫃 就不會說 做這個欄山 或者坐的地方 做一個圓關櫃 讓你更加實用 然後再過來 從手邊到時是一個衛生間 現在都是衛生間 但是做法的話 是一個正常的 我們平常用到鏡櫃 或者下面的櫃桶 這邊就基本是一模一樣 然後再看看 進來這裡 非常之大一個客房 廚房 我要說一下 因為家樓標章的廚房 都是半開放式 跟它差不多一樣 都是做一個隱瞞 直角位隱瞞 這裡收起來 直角位隱瞞 就可以了 拉起來 接著 就有一個L字形的工作台 廚房 所有的電器 所有的東西 都做好了 送給你的 然後呢 這個其實是一個餐桌 因為這個示範單位 做了一個開放式的 做一個Island 在這裡的情況下 這樣會更加偏西式 正常來說 這邊是一個飯廳位 在這邊是進行 放一個 我們的飯桌吃飯的 但是呢 這個就要靠我們的 觀眾朋友 如果你買了你成為業主之後 你想怎樣去做 或者怎樣去擺佈 其實這個大家都可以自己 發揮一下 可以想像一下 然後 然後 將飯桌 整成一個Island 後面不拿飯桌的情況下 這個客廳的位置 就可以拿得闊一點 因為後面做書房 開放式書房 在這個客廳做得闊一點的情況下 可以容納更多一些 朋友 或者家人 一起坐在一起 更多的位置 可以在這裡 進行去玩 玩樂 或者是聊天 都是完全沒問題 我覺得這種裝修風格 是非常之正的 然後呢 這個露台 就會是 一個我們平常 好像平層的露台 當然上面的話 亦都是你房間 可以看到出來的景觀 所以的話 基本上 不用擔心私隱這些問題 你福色單位 最好的一個好處 就是私隱性 非常之高 然後好像可以 示範單位 到你養著也是沒問題的 然後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 剛才售樓部 我們在下面 那對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電視機那裡 已經是華發雙刀 所以真正的一樓 就是Shopping Mall 而且是這一帶 最大型的Shopping Mall 已經開業了 那一樓其實 大概就是這些地方 那還有呢 這裡是一些樓梯櫃的 那樓梯櫃的話 就可以拿來擠你 想擠的任何雜物也可以 或者是像他那樣 做鞋櫃 都是完全沒問題 那樓梯都是一模一樣 做得很漂亮 給你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 下面其實整個區域 就是洞區來的 那上面整個區域 就是做一個靜區 那上面整個區域 那上面就是三間房 那可以看一下這裡先 那其實本身 有一個露台形式的空間 是做了出來的 那好像這個示範單位 它可以用來做一些 放一些健身器材 或者我們平時喜歡 做一些書房也可以 什麼房間也可以 活動房也可以 完全是沒問題的 然後這個位置 其實是一間房的形式 它就做了兩種空間 合在一起去放 然後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直接進來 因為它是設計了一個 創意空間 它就把兩間房 搏成一間房去這樣打造 然後呢 這個衛生間這樣去打造的話 這樣去改造 就會是很大很大一個空間 可以看到 本身它是這邊一間房 這邊一間房 但是現在做了之後 這裡是 只有一間房 那這間房 它做了主人房 其實如果好像它這樣 三房改兩房 是住得非常非常大 非常舒服 就是我見過很多一些 我們的客戶朋友 或者我們的香港朋友 他買了一些 會比較中中間間的一個 戶型之後呢 其實他不是想要那種 剛剛好的緊湊型 或者是剛剛好夠用的 而是我覺得 我如果是兩三個人住 我要一間房 或者兩間房 就OK的情況之下呢 那我可以將三房單位 改成兩房 或者將兩房單位 改成一房單位呢 這樣反而我整個生活質素 是提高了 因為本身在香港 或者在哪裡 在外面已經住得 可能擠迫一些 我回到內地 回到這裡 我想住得很舒服 真正擁有自己一個 私人的空間 所以才會產生 這種設計出來 是三房都要改成兩房 是不是 所以這種感覺 就是非常好的 如果有觀眾朋友 覺得這樣去改好的 或者是你覺得 怎樣改會更好的 都歡迎下方 都歡迎大家看看 這個戶型 或者這個單位 210萬 你覺得值不值得買呢 在今晚這個地方 在珠海今晚 航新城正中心的地方 1000尺的單位 只需要多少呢 210萬 而且可以做香港直貸的 最低兩成和三成首期 都可以上車 兩成首期就是40萬 三成首期就是60萬 就可以上車做業主了 歡迎叫我們 9290663的客戶爾 或者是想回我們太子展燒廳 我們會有同事和你詳細介紹 OK 記得點個讚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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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